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样的车最全能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轿车 因为轿车舒服 有的朋友会说了SUV 因为SUV它能装能拉 并且通货性好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越野车 因为越野车它能上山能下河 并且现在的越野车也很舒服 但是在我看来 最全能的车其实是皮卡 为什么说皮卡是全能的呢 因为它有了这个后斗 这个东西你可以装 你可以露营 你可以用来干任何事情 真的 而且现在新的皮卡 它的整体的乘坐舒适性 和内部的精致程度 都不输给同价位的SUV车型 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江西50的DMAX Crossover DMAX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它是一款全球化车型 除了中国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售卖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中型皮卡 那我们今天这台DMAX的Crossover 它是DMAX的一个进化版本 那外观上呢 你可以发现 它在很多地方做了黑化的处理 比如说它的中网 保险杠 它的这种轮煤 后视镜 车窗 行李架 那整体看上去呢 会更加的年轻和更加的运动 我在画面上放一个素版的DMAX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人会关心皮卡的越野能力 那么这台DMAX Crossover 它的接近角达到了28度 离去角达到了25度 最小离地间隙达到了230毫米 最大色的深度呢 达到了800毫米 所以它其实整体的越野能力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并且你看它的鞋 它的轮胎呢 也是马吉斯的AT790的原厂AT胎 那省去了你后续改装和加装的一个烦恼和成本 在皮卡最重要的尾箱方面呢 这台DMAX Crossover 它跟普通版DMAX啊 其实是一样的 长度呢 是1米4多一点 不到1米5 内部造型是比较规整的 载务能力不错啊 你看 其实整体的高度是相当好的 但是一个小小的细业点是什么呀 就是你看 它这都是裸露的金属 是没有货箱宝的 货箱宝需要单独选装 同时呢 你像它的这个尾箱啊 也可以加装电动的一个尾箱盖 坐进车内啊 我们可以发现这台DMAX Crossover 它整体座舱的这种精致度 还是非常在线的 像这种双拼色的座椅 包括钢琴烤芯面板 和这种软质糖素材料 加缝线的中控台 其实整体营造的这种精致度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细节方面呢 它有着三幅式的运动方向盘 10.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和12.3英寸的中控大屏 那这个液晶仪表 除了常规的车速啊 一些油耗 它还可以显示你的车轮转向角度 你的大气压力 你的海拔高度 甚至说你的一些其他辅助信息 这个在你长度自驾和越野的时候 还是相当有用的 这个中控大屏呢 除了我们需要用到的这种载线导航 载线音乐 它还有着手机的互联 整体响应程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360导视影像 我觉得可能在细节上还要再提升一下 细节方面呢 这台车有着空调音量 驾驶模式和四驱系统的实体按键 这个要加分好评 那实际上前排我们经过一天的驾驶 其实就是日系车那种非常好开 好用好上手的感觉 后面层段方面 我的身高1米77 腿部空间一拳三指 然后头部空间 大概三到四指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台车其实正常身高的朋友能坐 但是不会太宽裕 看完了静态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DMAX这次升级 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变化 就是它的发动机 那这台DMAX Crossover 它采用的是代号RJ4E的一个1.9T 高效低油耗才有发动机 那这台发动机最大可以爆发177匹马力 风轴扭矩达到了410牛米 所以它的马力得到了提升 扭矩也得到了提升 并且在1500段就可以爆发最大扭矩 那与之匹配的是财福的8IT变种箱 那官方给到的一个油耗呢 是这台车的综合油耗最低可以坐到百公里7.2升 那今天在试驾之前我也看了一下 前一波媒体他们留下的一个最后50公里 综合油耗是百公里7.6升 所以在这种高海拔山路状态下 能坐到一个百公里7.6升的油耗 还是相当出色的 别忘了 这可是一台长度超过5米2 这种超过两吨的一个中型皮卡 那除了非常亮眼的低油耗和强劲动力之外呢 这台D-MAX Crossover 它采用的是前双插臂 后多连杆 非独立的一个悬挂组合 那实际跑起来 像我们这种水泥路啊 它的颠簸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一旦下了道走这种沙石路非破装路面 它的整体的这种强悍自然顺畅表现 就非常的如鱼得水了 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更适合一些非破装路面和越野 那提到越野呢 它其实有着两驱高速四驱和低速四驱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你遇到一些复杂路况 切到低速四驱 加上它非常强大的通过性 那这台车其实还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越野和通过能力的 其实综合来看 这台江西50的D-MAX Crossover 它升级之后是有着非常年轻化运动化的一个外观的 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和诉求 同时它的座舱呢 也是有着不错的舒适性和科技属性 哦对了忘了说了 这台车其实是有着全套的R2加级 智能驾的辅助的 像什么主动刹车呀 车的保持啊 碰撞预警啊 它其实都有 那你跑长途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你的驾驶疲劳 提升行车安全 另外呢 它采用的是很多国家品牌所不及的 全球化的一个代号RZ4E的1.9T 无论是哪发动机 那第一油号长续航 并且这台车 它是全球化车型 那有着全球化不同国家的一个验证 所以它整体上产品力还是非常突出的 最后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这台车的价格 毕竟咱们中国皮卡现在竞争力真的太足了 你要什么给什么 那核磁皮卡如果在价格上再不来点诚意 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 的